大家好,我是小炊 藤原拓海是个高中生 学校午休时,阿木说想买一台AE86 但一台AE86要30万 他一个暑假打工,只能赚12万 孟孟下出非常疑惑 为什么赚的那么少 自己一个月见爸爸三次就有30万 约拓海放暑假一起出去玩 在加油站上班时 阿木缠着拓海说一起买AE86的事 吃苦觉得阿木眼光不错 AE86是台好车 拓海不知道什么是AE86 说自己家里也有台旧车 阿木很鄙视 不是所有的旧车都叫86 池谷是speedstars车队队长 准备周六带拓海跟阿木去青明山跑一圈 池谷跟店长说要坐青明山最快 店长回忆他坐赛车手的时候 有一位公认的青明山最快 现在依然在跑 就是豆腐店老板 每天凌晨4点 载着豆腐到青明山湖畔的酒店 对青明山每个有点都了落之掌 现在的青明山下山最快 一定是豆腐店的86 池谷不敢相信 拓海准备去青明山时 他爸提醒他 不管去哪也要着急 池谷驾驶着他的S13 带拓海跟阿木跑下山 拓海在后座吓哭了 下山后 拓海依然为干柴的下山 感到恐怖而害怕 这时候 从山下来了个车队 是被称为次从最快的RedSense 弟弟叫高桥起届 哥哥叫高桥梁界 弟弟打听 青明山最快的车队或车手是谁 是否约一个RedSense来一场交流会 池谷说 在青明山最快应该是我们 两队约定 在下周六 10点进行交流赛 高桥起届 跟池谷开始了练习赛 加油站 店长给文泰打电话 说之前见到文泰的车 给文泰打信号 文泰没有回应 文泰说车虽然是我的 但不是我在开 从五年前 拖海初一的时候 就一直是他在送豆腐 高桥兄弟 初步跟SpeedStar 交流后发现 都是一帮臭鱼赖虾 让Tip队员上就已经足够 并安排高桥起届 跑一个本地人 几年都破不了的记录 要在奇域 神奈川 东京 千叶 整个关东 留下最快记录 让RedSense 成为传奇后 引退 这就是关东赘速计划 起届准备下山回家 下山的时候 发现有一辆车 紧紧跟着他 过了两个弯道 发现不是SpeedStars的车 感觉像在做噩梦 不敢相信 紧紧跟着他的 竟然是一台A186 在一个前右弯 接一个左击弯 起届结束 但是86没有结束 起届在想 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或者不了解这条路 结果86做了一个 惯性飘移 超越起届 要做到这种程度的飘移 必须对青鸣山了如指掌 茂木下树约拓海 暑假一起开车去海边 池谷来到藤原豆腐店 看A186 就这 就这能是最快的下山机器 不过是一台初代的GTApex 赞好赶上拓海回家 池谷发现这是拓海的家 拓海对车义无所知 昨天说不知道86是什么 但家里明明具有一台86 阿木知道拓海加686以后 求拓海 礼拜六开车带他去参观比赛 持股换上了高抓地力的新品种轮胎 换了刹车片 准备要跑下山赛 队友提醒 不要太勉强了 因为秋名山 弯道多 三斗 一个不小心就会命上黄泉 在加油站 大家一起看土无归室的飘移视频 阿木看拓海看得不是很走心 就问拓海如何飘移 拓海说 利用车头的打滑飘移 被大家笑 店长觉得拓海应该是掌握了四轮飘移技术 才能说出这么高深的话 高桥起届 来到加油站 询问秋名山幽灵86的事 想要跟86再比试一下 持股意识到 拓海起届的应该是豆腐店的86 凌晨4点 拓海起床准备去送豆腐 他老爸给了他一杯比平常还要更多的水 嘱咐他不要洒出来 上学的路上 阿木问拓海 为什么总是睡不醒 让他别忘记周六 开86带他去看比赛 上楼梯时遇到了夏树 夏树带拓海来到了楼顶 告诉拓海买了一件超可爱的泳衣 约拓海礼拜天 开车去海边 让他一次看个够 持股在比赛前 试图加速缩短下山时间 提高成绩 结果失败 第二天 持股去桐原豆腐店 请文泰出站 因为听说豆腐店的86战胜了几届 文泰拒绝持股说开车的不是自己 持股请教征服秋名山的方法 文泰说 开车的技术不是两三天就能学会的 让车子随心所欲的跑 只有自己不断的练习和思考 技术不是靠别人的灌输 只能靠自己寻找 持股想着文泰的话来到了秋名山练习 不料出了车祸 好在伤得不重 不过车水严重 已经没法参加比赛 需要找人替代 持股带着石膏 缠着绷带 又去找了唐原文泰 想让文泰代替他参加周六的比赛 文泰开车去了加油站 找到店长 问店长是不是他告诉持股86的事 店长建议文泰去参加比赛 但是小孩子打架 大人怎么能插手 答应店长的提议 想个办法解决这个事 脱海回家时 想起了茂木下书 约他去海边的事 跟他老爸借车 他老爸看穿了 他要约女孩出去 就说可以借给你 但有个条件 周六打败号称 赤城最快的嚣张小鬼 成功的话 就无条件把车子借给你 并且奖励一箱汽油 脱海受不了一箱汽油的诱惑 表示考虑一下 高桥梁界跟起届 讨论关于幽灵86的事 起届没有像大哥一样 拥有怪物的分析能力 只要在对手车后 就知道对手的配置 跑法 但感觉86里面一定是个怪物 梁界决定明天去看比赛 池谷再一次去了 藤原豆腐店 文泰告诉他 晚上有50%的几率会去 如果10点没到的话 那么你们自己想办法 池谷走以后 文泰自言自语的说 如果脱海不去 那么自己去吧 感觉有点热血沸腾了 奔驰车上的下宿 想到明天跟脱海一起去海边 禁不住笑了出来 咖啡厅里 妙姨NetKids等人 也准备上山看比赛了 店长看到山上像举行祭祀一样热闹 想起了年轻的往事 内心忍不住热血沸腾 秋名山上聚集了前所未有的观众 Speed Stars 队员倍感压力 并且怀疑此鼓说的86的事 毕竟有着350匹马力的FD 即使下山也难以想象会输给86 并拟定计划 如果86没有出现 就让歼儿出站 Red Sense转直二哨已经来到山上 给Speed Stars说起比赛规则开始热身 高桥兄弟在清明山上秀的飞起 拓海接受了挑战 也准备上山 提醒大巴别忘了加满汽油 Red Sense根据刚才的测试数据 开始检查车况 更换四合的轮胎 时间已经马上到达10点钟 路上亮起了车灯 不过不是86 是阿姆骑着电踏板来看比赛 池谷让尖二做好准备 去跑下山路 尖二脸色大便 满头大汗 苦不堪言 刚要起跑的时候 86上山了 拓海在上山的时候感觉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 钟李毅觉得86出弯的背影 有种难以形容的语言 观众很难理解 为什么大家都在等那台救86 池谷以为是文泰 没想到来的是拓海 看到疑问的池谷众人 拓海说是他老爸让他来跑赢这台FD 而且之前也跑赢过一次 为了一箱汽油 努力点应该就可以赢了 众人惊叹的时候 池谷为了拓海 才知道拓海已经送了五年豆腐 但大家还是无法相信 86能战胜350匹最强过弯机器的FD 随着出发倒计时开始 两台车出发 因为86只有区区的150匹马力 马力差距悬俗 FD轻松领跑 由于计时赛的原因 池谷全速前进 直路上就要甩开86 在第一个弯道 观众回报道 从来没见过这么快速的过弯 距离护栏只有5厘米 又过了两个弯道后 FD不仅没有甩开86 距离还在拉近 池谷怀疑是心理作用 毕竟只有150匹马力的86 还有不可能这么快 池谷在赛上给大家讲 豆腐店坠述传说 跟拓海言过起戒的事 观众用对讲机播报 看到86用高速甩尾入弯 然后用高速甩尾出弯 光是看都觉得不寒而栗 这时候 86死死地咬住FD的尾巴 拓海轻松地驾驶着86在飘移 直路稍长 就会快速拉开距离 弯道就会缩小距离 进入五连法车弯之前 有一段直路 FD稍稍领先 拓海车上发出嘀嘀的响声 速度已经达到了140 被马力刹的车追上 是车手最大的耻辱 虽然企介知道自己弯道 已经输给86 但还是不想承认 拓海觉得自己如果不超越FD 老爸就不会承认自己赢了 决定在前面的五连法车弯下手 两界要求五连法车弯 做现场直播 详细说明情况 第一个法车弯 86完美的刹车飘移 距离护栏只有一点点距离 完全胜过FD 第二个弯道 两车紧紧贴着出弯 第三个弯道 FD去了外线 86却开往内线 拓海完全超速冲入弯道 难以置信的 从内线超越FD 所有人都一脸懵逼 不敢相信听到的事 让播报员说的明白一点 虽然亲眼目睹众人 也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 因为轮胎抓地力 根本无法完成这么高速的过弯 86像过山车一样 在内线转了个奇怪的玩儿 钟李懿这时候明白了 拓海荒谬的过弯方法 86率先冲锅终点 赢下比赛 不败神话RedSus 在秋名山输给了86 两界准备用FC来挑战86 拓海回家提醒他爸满香气油 文泰露出微笑 说比赛之前就知道了结果 高桥兄弟去被超车的地方 查看有什么异常状况 两界通过咔哒一声判断出 拓海是利用排水渠过弯 将内侧轮胎陷入排水渠 用牵引力对抗离心力 他也取消了远征的想法 在秋名山完全胜利之前 就不去别处了 店长送文泰去工会的路上猛夸拓海 文泰说拓海不喜欢开车 因为他一直把这个当生意 但经过昨天秋名山下山追逐晒 应该有不同感受 拓海幸福地带着夏树去了海边 夏树夸拓海开车技术很棒 自己会晕车 但坐拓海的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拓海问夏树经常坐车吗 夏树尴尬地回答 自己偶尔坐坐爸爸的车 拓海虽然跟没女约会 但脑中一直想的都是昨天比赛的画面 突然觉得开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夏树因为拓海一直在走神 在地上画圈 说拓海没礼貌 两个人互相表示都对对方有好感 驾驸站这边大家沉浸在昨天的胜利之中 石谷以让阿牧加入车队为条件 让阿牧劝拓海加入Speed Stars 阿牧也下定决心要买86 全队都在想着 未来坐在拓海车上跑秋名山的场景 夏树跟拓海让路人帮忙拍了很多照片 高桥两届开着白色的FC来到秋名山为弟弟报仇 钟李毅几岁起后 开着黑色的R32来到了秋名山